南社书画 颂读金雄白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出版的记者生涯50年 今天我们颂读的部分是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时的真实场景 作为当时在上海滩已经站稳脚跟的记者 金雄白通过一个新闻人的第一视角给大家描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真实场景 蒋总司令在1927年4月12日进入上海 陈杰如是他之前的太太 那么进入上海之后不久 蒋及和宋美玲联姻万众瞩目下的四季婚礼 那么同时412作为国共两党仇杀开始 最近蒋万安应该在上海双层论坛当中有豪言壮语 这位据说是蒋家的后代 不过他的父亲应该是姓张 张孝辞张孝岩最对 孪生兄弟蒋家好像之前是金国先生建在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认过这门亲 言归正题 金雄白记者生涯50年第22章 工人发难进攻直鲁联军 军阀们也真正禁死农包 毕树城率大军南下而国民革命军 还方游干入浙相距千里 为其走夜之患的 当然是已经形成一股势力的工会团体 庙在总工会既在渣北的华界地区 且与毕树城军集结的北火车站的一带相距支持 那时李宝章与毕树城大约有着化江而至的约定 护航路至南市一带由五省联军驻守 护宁路至渣北一带由毕树城部负责 而李宝章但之准备逃亡 并以残杀平民为泄愤 而毕树城则沉迷酒色 致军事于不问 一任工会方面的大事活动 竟然视若无睹 1927年的3月21日 沙北方面突然传来了紧密的枪声 造成了从来未有的紧张形势 事实上中共早在暗中策划 以商务营书馆的工人为主发给枪械实行暴动 而全上海各报却都于事前一无所知 以枪声一记作使之巨变以林 本来从直辱军南下 公共租界当局既已开始戒备 在通往华界宝山路的北河南路 已安装了两扇坚固的巨大铁门 紧紧关闭四周且有阴兵驻守 近境居民通过 上海北面的租界地面与华界之间 横护着一条介路为界 介路于北 一面即是沪宁铁路的北火车站 也即是直辱军驻屯之所 一面为扎北的主要通道保山路 租界以内最接近介路的两条横马路 为二近路与海宁路 就是五近路与海宁路 报馆即派出记者到这两条路上的居民家里 爬上屋顶向北摇望 北站前面是一片广场 就成为那次暴动的主要战场 说来可笑大兵云集算是正规部队的直路军 对数百名乌合之中的工人纠差队 反而取的是手势 在居民屋顶上 我们只能看到北站的大门口堆起了沙包 作为零食堡垒 而广场之上则横七竖八的堆满了尸体 但文书洛的枪声隔阶远望 其他一无所欠 当时我指定了一名记者 要他深入华界宝山路一带做实地采访 最后目的地是胡泽会馆的总工会 和三无因所馆的印纱场 希望能见到负责人 详寻究竟 不要时报整个采访部的同事 竟面面相去 无一敢于冒冒封敌 清零险地 事实上也确然难怪 虽然这只是一场规模并不太大的暴动 但报馆记者要轻负战地采访 过去还从未有过 而且那项任务也或者会有生命危险 报馆不同于军队 自不能要人勉强从事 那时我的始祖年龄仅仅21岁 正是雪器与方刚之年 当时只是为了好胜 竟然大言不长地说 如此未确 若说做新闻记者 既做任何其他职业也都不会上任 既然你们怕死 那就看我去 暴动一发生 华租交界处 除北河南路口的大铁门外 其他也便装铁丝网而加以封闭 但报馆记者应有公共租借公布局发给的通行证 在北河南路前面的一条支路为福生路的 装有活动铁丝网 临时可以拉高两尺 让持有通行证者爬行而过 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左臂围了一副白竹布 上面用大字写了新闻记者字样 头中悬挂一架照相机 就盎然出发 车底浮身路口 又传来振振枪声 举目一望 滑界方面 尸体遍布 路绝行人 好一派的凄凉景象 说句老实话 生平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一颗心喷喷的乱跳 等英兵检查过通行证 拉起了铁丝网 那时仇除却步 真想反身而退 但一想到 不久前方在报馆中 口发大言 此时出师未竭 有何面目 再见报馆同事 一咬牙也就俯身 蛇行而前 一经进入华界 景象即完全不同 先在车站广场边 看了一下山基的尸体 在直屈尔北 山山凉凉的工人纠察队 一身蓝布短三裤 完全是工人的装束 唯一的标识 是藏上了一块红布 腰间既有子弹袋 手里挂着是木颗枪 也有些拿了一支有红鹰的长毛 都躲在墙边屋角 不时伸手窥察 他们同我一样也从未经过真正的战争 只是凭着一时的冲动而参加了行动 在神射上就显出有畏缩姿态 只要听到一些声息 也许为了壮胆 就举枪无目的的乱发 尽管枪开的并不多 但子弹却尖隙的在空中掠过 我为了安全 心里也早时有些惊慌 就伏伏在地上 即两边两臂一路爬行 照相机套住脖子上 又异常沉重 但一有机会就偷偷的列取一两个镜头 幸而一路并不曾遇到危险 也有些工人纠察队 向我高僧贺问 我用上海话向他们表明是报馆记者 因没有北方口音 更证明了我并不是直路军 他们就挥挥手让我通过 从宝山路一路向北 异常平静 因为直路军并未出击 因此路上也全无尸体 偶尔有一两颗子弹从头上掠过 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渐渐的心静停静下来 就增加了无限的勇气 那次暴动 以我曾经亲历其境的人来说 只是一幕闹剧 双方距离得那么远 远得为子弹的射程所不及 场面的冷落 就只平时军事演习的逼争 还要差得很多 现在看到有些政党 设言这一次工人的如何壮烈英勇 指共产党的对所谓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宣传 回想当年 不免为之 哑然失效 我原意去三无营生馆的印刷所或 湖州会馆的总工会所在地 与负责这次行动的人一谈 而行程还不到三分之一 平时只要十几分钟的步行时间 而我已经爬行了 积极一个小时 正在继续向前的时候 一个较为高级的纠察队上来阻止 不准我再行前进 费尽的唇舌 依然不能获得他们的许可 秀菜遇见兵 除了乖乖听命丸 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里我想先加入一段插曲 以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形 在报馆同事中 有一位主编 本部新闻的吴林源 他源局是辉轴 不过从上一代起 已寄居亲谱的朱家矫正 所以也算的是我的小同乡 若论黄不惠接办时报 前后十二三年的时间中 所延览不少的人 可称为新闻借重 一时之选 但真正对时报有贡献的 以个人的观感 我认为林源算是唯一的人才 他爱写新诗 中文根底也不错 文笔 敏捷而又脑筋灵活 配合着时代的进步 不时为时报计划 做种种改革 时报一度有忠心之向 自不能不尽力 归功于他的筹划 举例来说 在编排上打破了一层不变 分为六蓝的传统 效仿了日本报纸 而分出长短行 增加了版面的活泼与美观 第一段的重要新闻 改用大字幕刻套红做标题 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新闻的标题也一扫死气层层的刻板字句 改为灵活性与趣味性 特别是原有的两个副刊 小时报以余性 内容本已显得成就落伍 那时各报副刊中 叫受知识分子欢迎的 不是新闻报的快活林 与声报的自由谈 反而是时事新报 有梁思秋主编的清光 林元就建议将两个副刊合并 改名为新光 刊载一些教和时代的作品 这是金雄白对于 吴林元的一段插曲 当时且大举向全国征求长稿 各方应征而来的 一时收到百篇以上 结果经他与我的共同审查 选中了两篇 其中一篇就是以后 全国文明 由巴金著作的家春秋 巴金的家春秋 最早刊登在时报上 记得那时巴金在青岛 而且篇名称为激流 这一篇以后畅销的小说 现在还知道 现在时报刊载过的人 恐怕以为数不多了 另一篇 我已忘记了作者的姓名 名为西行厌异记 记述西藏的奇异风俗 如以西女半数 招待来客之类 不必是事实 但写得很生动 也吸引了一批读者 再有当时李景辉的时代歌曲 正开始盛行 如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居然风靡一时 他组织了一个中华歌舞团 以其爱女黎明辉为台柱 那次贾福生路 简德储修会大厦 百姓大西院公演 林源居然立足为他出版特刊 由姚书凤和我合作撰写与编辑 这却是开了道纸娱乐特刊的风气之先 一举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林源的一生 混浮以浮 充满了传奇的人生 她夫人 丰美之皮肤白斩 由于娇媚 生子女五人 她就为他们取了中央 冬月 西湖 南极 北斗等特出的名字 由于家内众 月薪索人 不够富处之需 时报征求复刊稿时 其中有不少落选的作品 还值得刊印单行本 她与我及另一位同事 就组织了一个凤凰图书公司 以低廉的稿费 收买了一部分的来稿 而且已印成了四五册 拟意印满十册 一起发行 如此可以节省一些广告费 那时因无处堆藏 就暂时一起堆放在林源家里 林源家住 眨北 香山路 香山里 那是一处平民住宅区 建筑成就 地方优异 她自己出版了一本 西湖游览指南 书名也十分奇特 叫做西湖一朵花 为了节省开支 她的夫人 协同子女 已在杭州西湖边 租订了一间零食房屋 作为住家 门口就出售那本著作 以收入来弥补家用 林源也准备把 护育退租 入住时报宿舍 因此一所两层楼的 单开间的十空门房子 室内已只留得一床 一桌与两把椅子 空洞洞的正好用以存房书籍 不要有一天中午时分 邻居忽然失胜 火势蔓延 把林源的住屋同赴一聚 我们寄存的书也全被焚毁 使凤凰图书公司就此夭折 但林源忽然想到 曾经保有火显 一查保险单 还有三天才告欺满 林源平时不求蝙蝠 一袭布袍 外加缺筋背心一件 习以为常 记得他去保险公司交涉的时候 自觉服装过于寒酸 恰巧我新做了一件 棕色的段子夹袍 他与我身材又恰好相秤 就借来穿到了保险公司去 但公司方面认为 检查灰镜的结果 发现屋内并无值钱物件 拒绝造额赔偿 林源向公司表示 保期既为满期 火焰又有邻居延烧 并无可以借口之处 区区数千元保款 不赔也可以 但他要以经过宣支报端 以求社会的公平 交涉再三 公司方面 声孔如被报纸攻击 是将影响信誉而得不偿失 终于忍痛照赔 林源就靠了这一笔 火显赔款 将杭州的那间既是住家 又是电机的小屋 首先以西湖一朵花的为其店名 扩充范围 兼淫勃来的洋杂货 凭着林源的心思的灵活 他晚间在报馆任编辑 白天就亲自往各处采购新颖的货物 又与护航车上的一名 肆意约定 以低微的月薪 每天将市面上最新的出品 托其带往杭州 交其夫人出售 既节省了运费 又当天可以到达 也争取到了时间 一时生意兴容 门停若势 以后他又开设了大喜公司 等好几家大店 居然成为杭州最大百货公司的经营者 更是杭州人要买新奇物品的唯一所在 以此竟然积之累累 但是福西获悉 他中英日夜空座 积劳成吉 不久就一名不适 而其夫人以方在圣年 不耐姑妻 竟与时报旧同事中 一位颇有流气的人 发生了暧昧关系 知其挥霍 税之 平年积蓄 转眼成空 林元数十年中 忽然逢凶化吉 白手成家 而结果以身训财 足之以人情聚焚 注笔至此不尽为之 黯然了 我所以要追溯林元一段往事 因为那天我到杂北采访的时候 他曾经先和我谈到 还住在那里 他全家的安全问题 自不免脆脆不安 但在流淡横飞的环境下 他自不便开口对我有所请托 从工人发难以后就看到他 绕世彷徨之状 又且速度倾往北河南路的铁门旁 屹立在那里 吃吃遥望 临风训泪 那天我在宝山路半途上为工人纠察队所组 正在进退两难之时 向左一望 赫然就是湘山路 为了平时对他存有一份好感 于是自告奉勇 决心去一探林元的家属 即转身之躯湘山路 那一段路事实上极为平静 没纠察队不搞 枪声也仅从远处传来 我一路摸索到了湘山路他家门口 举手敲门 却久久了无动静 于是高声呼叫 自报姓名 门才哑然而闭 林元夫人 捧手垢面 色色可怜 进入室内 课堂中间 已把两张方桌拼凑在一起 上面用浸湿了的棉被厚厚扑起 孩子们都全说在桌下 伸出个头来看我 我约略告诉他外面的情况 并安慰他们一番之后 就迅速告辞 仍旧沿着来路退回租借 那时胆子也壮了许多 不在伏地爬行 居然挺起了身体 在居民的屋檐下慢慢行走 终于回到了铁丝网边 安全归来 租借那一边就碰到了好几位同业守候在那里 以羡慕的眼光上来争相寻味那边的情形 第二天我在时报上就看出了一篇特写 但因什么也没有看到 而什么也没有问到 虽内容空洞 但因有照片为证 在当年的报纸上已算是稀有的作品了 那一场儿戏式的战争 仅在工人纠察队开始冲向北战时 有过一度交锋站 使双方都有一些死伤 北战广场前的百余具尸体 就是最初所造成的 当我进入华界时 也先在接近宝山路口望向广场 但见到倒在地下的 有些已死在血迫之中 而有些却还未断气 低微的声音或大声的呼叫 情状尾时可步 因为诸界方面在屋顶上 也能看到这一脚 因此以为这一幕巷站 会是何等惨烈 以几百个素无训练的工人 凭着短枪与长矛 而敢与正规军队搏斗 本来已经是其事 但是更出乎工会方面意料之外的事 则是在发难之时 工会方面竟在后方捣乱行动 并不期望有何收获 而一经接触 松势浩荡的直路军 竟会经不起几百名工人的攻击 不待与党军的正式作战 就此仓皇北顿 这说成他是天术固无不可 而最大的原因应该有两点 必说成 郑一同未翠 围困在另一战地的子粉正中 总帅眼离无人指挥 死而无头不而不行 乃造成了瓦解之局 即使工人突然袭击 直辱军不明究竟 还以为党军像非将军那样 已经从天而降 造成心理上的慌乱 以致无心恋战 在我以后应担任随军记者 而目击到好几场战争 也几乎所有内战中 没有飞机甚至没有坦克 就凭着简略的武器 或者用大刀来徒手决定胜负 以往所有战事 以现代眼光来说 死久也都如儿戏的 从公安纠察队 发难以致国民革命军的 平定测户 前后有一星期的时间 我不曾上床有过片刻的安眠 整天坐在编辑部的桌子上 写完稿 实在到疲劳不堪的时候 就靠着写字台 质疑假妹片刻 一文电话铃声就豁然而起 报馆的消息虽不灵通 而市民在风声鹤唳中 每每眼识浮衍 就打电话到报馆来查问 为了责任关系 也就不能不出发去实地调查 报馆向汽车行租来的汽车 也24小时停在报馆门口守候 车厢后面就放着一些 为果腹之需 面包等食物 一上车 不是狼吞虎咽的 巨翼大绝 便倒头呼呼而睡 这是一生中 从未有过的辛劳 这已经是距今48年以前的事了 急经回想 那时对于工作能如此尽力 如此充满朝气 而且年富力强又能够打起精神 历一百余小时而不眠不休 真可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了 金雄白所描述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武汉的二届三中全会中 这些所谓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当时还是一家 然而412以前的所谓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周恩来人生当中的辉煌之作 之后国共的厮杀 最近也找到了顾顺章当年反正之后所编辑的 《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 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聆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